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OK 首先感謝大會給我這個機會來分享 並且在這個中午放飯前的時間 幫大家提神醒腦一下 然後個人使用Ruby大概差不多五年的時間而已 在座有很多先進都經驗比我更多 那不管如何我覺得來到這邊 大家都是對於Ruby的愛是一樣的 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題呢 是跟Ruby Motion有關 那Ruby Motion這個東西 其實我在RubyConf 2012的時候有分享的這個技術 那這次如果與其說是演講 那不如說是我跟各位就是 來報告一下後續的這個技術的發展 還有個人在這段時間開發的一些心得 首先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叫古傑邦 我的Chinese name 然後這是我的Twitter account 如果這個活動後有什麼恩恩怨怨的 歡迎大家來我的Con這邊來指教或是討論 我很快說過說一下我做過什麼 在上次RubyConf其實我也是有簡單介紹過 那可能今天有很多新的朋友 然後我來再簡單說明一下 我做了很多年的Lanus 然後我有開發過Lanus的Kernel 那我有開發過像一個家庭的 就是Nas的一些網路儲存設備 我有參與開發過一部分的3D Engine 做過一段時間的Smart Home的Solution 用Lanus的方式來開發 我有開發過DVD跟BlueRay相關的一些經驗 我開發過就是世界上第一台Android的Tablet 那時候就是Android還沒有Tablet solution 把整個TopFone的Framework改成Android 但是這個產品 因為兩個月之後iPad就上市了 所以這個產品最後就消失了 那再來我賣過果汁 然後我還有賣過大腸包小腸 就如我上次所講的 這種大腸包小腸也是一種嵌入式 我先強調一下 所以這次來有很多外國的朋友 所以一定要來就是 有機會品嘗一下這個台灣美食 欸 不知道大腸包小腸要怎麼翻譯 OK 是不是 這個直譯的話會嚇死人你知道嗎 他們會不敢吃如果直接翻的話 好 那很明顯的看到 其實我就是我絕大部分的時間就是在做Invaded這個領域 那之後從2008年我開始比較正式轉到行動設備 還有就是海量資料分析的這個領域 所以我也開始接觸到Ruby跟一些行動上面的開發 那接下來的這個演講裡面分享 我會分成幾個部分 我會很快的說明一下RubyMotion是什麼樣的技術 因為在座可能有些人不是很清楚 就是比較沒有就是這個畢竟還算比較新的技術 然後再跟各位報告一下說這段時間RubyMotion有什麼進展 然後之後我會提到說覺得如果標題說得 我怎麼樣去跟另外一個技術 按Ruby來做一個結合 嚴格說起來呢 RubyMotion的定義 它應該是針對IOS設計的RubyTourchain 它不是一個language 它是一個Ruby的Tourchain 我們可以用我們最愛的Ruby 然後來開發跟測試原生的IOS App 那這整個專案的計畫就是其實BaseOn 更早之前有一個open source的project叫MacRuby 簡單看一下這個一般一個IOS App在 IOS device上面在run的時候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IOS是沒有那個gobbycollection的設計 所以它就是你基本上就是直接objective-c的code 就run在這個runtime上面 這個部分的話可以看一下 RubyMotion其實是一樣的角色 也是一樣它就是直接會對到objective-c的runtime 當然這個我上一次有提過 這整個能夠做到這麼神奇的技術 中間沒有對疊其他的software stack 主要就是因為LLVM這樣的技術所達成的 那這個RubyMotion的關於memory的管理這一塊的話 其實是採取跟現在IOS OS X主流的ARC的部分 是一樣的類似的技術的方法 那我要說明一下很快為什麼我們要使用RubyMotion 首先呢它是一個用RubyMotion開發出來的code 是100%非濃縮還原的原生程式 就是當你寫完的時候它就是一個Native的IOS App 那它的那個Footprint Size可以小於1Mb 所以就其實可以知道它是非常來微 而且它就是Native 它並沒有像其他的技術可能還必須要搭配很多的Library來完成 然後更棒的是你可以使用你的Editor 你喜歡的Editor 因為在座可能有人喜歡用Vin 喜歡用Supply 有很多不同的編輯器 那你用RubyMotion來開發IOS App的話 你不需要捨棄你原本已經習慣的開發方式 不需要一定要被Xcode給綁住 再來就是說呢 你開發完的App不是只能上去JB市場 你是可以真的放到App Store來進行銷售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基本上我們開發IOS App 我們就是想到上面是不是有可能創造一些利潤 或是一些可觀的收入 那這個提到就是說 因為其實上一次在介紹的時候 我有提到很多成功案例 那到實施形式其實不太需要提供這個事情 因為事實上有非常多很多成功的App 已經在用RubyMotion開發 可以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Reels的一個很重要的company 叫37 Signals 它有個product叫做Bestcap 它的官方的App就是使用RubyMotion來開發的 然後它並且在它的blog上面去專文 撰寫說用RubyMotion多好啊 如果不用你就吐掉了之類的 那我還是要提到說一下 RubyMotion其實它有些缺點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百分之 它是完全是用在這個Apple這個陣營的技術 不過我會跟大家分享幾個數字 其實投資這個技術還是非常有價值的 首先是到目前為止 iOS device的數量已經超過就是8億台 800個million的數量 那在今年WWDC的話 有可能說不定會announcement超過一個billion 就是10億台的iOS device 所以這麼廣大的一個user的base 是滿值得投資這樣的技術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 Android的user很精明 那iOS的user很容易手滑 你知道 不小心就會買下去 對 好 那這邊看一下說 為什麼我們想說不要用Xcode 那這邊是有一個website 它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Xcode很煩 Xcode很肥大 Xcode就是很無理取鬧 就是這個例子說 連你common的code它都要管你 然後還有這邊講的就是 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exception會跑出來 那這邊有提到就是說 上次有介紹過 如果你是使用這些editor的話 你還是可以繼續沿用你的editor 然後並且就是 就是開發RubyMotion的app 那值得一提的是 這是GitHub它新推出的這個editor 叫atom 那也是上面已經有RubyMotion的一些開發套件 所以大家也可以試玩看看 這邊再提到一個比較酷的地方 就是因為在RubyMotion的開發的整個方式 都採取一個就是commonline的做法 從你create一個project 然後寫code 到甚至你要把你的程式提供給別人做測試 打包成要deployment的那個版本 都全部都可以用commonline來完成 而且可以看得到都是我們Ruby community裡面 比較習慣的一些方法 那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說 因為後來在我上次分享完之後 Apple其實有提供了一個蠻酷的程式 叫做Transporter 那Transporter的目的就是你可以用commonline 再把你這個build好的這個IPA檔 直接用common的方式上傳到 就是iTunesConnect去送審查 也就是說真的已經可以做到 從開發一個iOS app到deployment 都不需要打開browser 或是用上到某一個網頁login 然後勾選這樣子 好 接著是跟大家分享說這段時間 RubyMotion的整個技術演進的一個概況 很快跟大家做一個summarize 第一個就是它支援到最新的整個開發環境 包含說Xcode 5.1 iOS 7.1 然後更酷的是它現在加上了OAS10的support 這其實算說很酷 但其實它本來就是從MacRuby開來的 所以支援OAS10 support也是很自然的 再來就是它有template的一個summarize 設計的概念 那template當然也很吸引人 因為template 就像我們在寫Rails code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很多template 很快就產生一些基本的一個程式 然後我們再經過修改這樣子 那RubyMotion也導入了template 然後再來就是它修掉了非常多致命的memory issue 這個是真的是很嚴重 因為真的拿來開發產品之後發現到 其實RubyMotion的產品 剛APP剛開始在開發的話 滿常會出現閃退的現象 那這個在後面我會跟大家說明 在發生了什麼問題 再來就是IOS 7 有提供一些新的比較fancy的功能 像這個background function這些 RubyMotion也支援了 最主要是說improvement這邊 那個performance這邊 它也做了很大的調整 不管是各個Ruby的code library的這些class 或是整個在buildcode的這個速度上面 都有很顯著的提升 這邊跟大家分享幾個例子 這個是我 這個是RubyMotion Team 它發的一則tweet 它說RubyMotion 2.2已經有了 可以支援IOS 7 那我要跟大家講 要注意的事情是這個事情 是它發這個tweet的時間 是去年的6月12號 但是去年的WWDC呢 是在6月10號舉辦的 這什麼意思呢 因為6月10號 然後Apple才宣布什麼IOS 7 但是在6 然後同時間6月12號 才兩天的時間 RubyMotion Team就完成了 這相關的資源 這要說明的是 這是一個非常crazy 然後aggressive的團隊 他們在現場 WOWDC現場 sorry 現場就直接 把他的software 就是更進到最新的Apple的開發環軍 這其實是很多人要問的問題 因為事實上 同時間 有很多宣稱 就是可以快速開發 各種App的一些solution 並沒有辦法這麼快 跟上IOS 7 腳步 這是不能會議 那我不指出哪些framework 但事實上 有很多framework 甚至到IOS announcement 都還沒辦法跟上 那這其實 對於想要做production的人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疑慮 我相信今年的WOWDC RubyMotion Team 也會很快再馬上跟上 可以支援IOS Add之類的 接下來我很快地做一個live demo 很簡單的demo一個例子 讓大家看到RubyMotion怎麼create一個專案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是我想要再demo一個 剛剛提到的RubyMotion新的一些功能 因為這個投影機的RubyMotion比較低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其實是一個iOS simulator 我這個程式嘛 它其實是在螢幕的中間 畫了一個hello的button 就這麼簡單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其實在run一個iOS app的時候 其實我是打comment 用了rack 這也是非常Ruby community的style 就做了一個button在中間 hello 當然這個東西是可以做一些互動的 可以看到 可以直接在這個物件的身份去跟這個 UI button的label去做一個互動 那這個上一次我demo過了 所以我就不做這個demo 我先跟大家看一個是比較更酷的一個東西 我說明一下RubyMotion怎麼開一個新的專案 我現在想做一件事情 我要開一個 always10的app的一個project 這是hello嗎 所以我取一個hello always10 所以大家看到 現在已經建立好一個 always10的專案了 這是不是很像我們在開發reels的時候 對 我們就create了一個專案 那除了開發 除了建立這個專案 我想要試著把剛剛iOS的 我在iOS上面開發的這個東西 直接poeting到 always10來 好 OK 他們用一樣的gen file 好 然後呢 進到主要的app裡面 我把control the call 扣過來 然後看一下 這把style的 就剛剛畫到那個 畫那個button的那個位置 把它複製過來 OK OK 好 那 現在我已經完成了像這樣的一個 一個東西 那其實稍 還是有一些部分 我要稍微修改一下 我們看看修改什麼東西 哇 變這麼小 sorry 我要縮小一下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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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開專案的時候 我應該要加上template 好 這樣才是一個那個 那個 always10的專案 會不會 是 有 那 這個 是 有 有 OK 我們開一個就是用我們的Controller開一個這個新主兵的 這邊扣就不用了 再來 Controller這邊稍微改一下 在CokaTouch是UIButton 那在Coka這邊的話這邊是用NS 那它也不是UIViewController 是WindowController 所以我們先用這個 OK 大家看到 完成 這邊已經有Hello的Button 所以剛剛一個iOS的APP 我經過很簡單的一個很小很小的一個protein 就可以把這個code搬過來 甚至我可以用它style的那個layout 我才可以沿用 那當然本身這兩個最早iOS系列是OS10改出來的 所以Apple其實也非常鼓勵說 一些iOS開發者可以透過有iOS開發的經驗 去開發OS10 去NWWDC他有一個session 專門講這樣的一個議題 所以我這邊也是說如果使用RubyMotion的話 大家除了開發iOS App之外 也可以考慮開發OS10 App 而且還可以做一些很酷的hacking 譬如說你可以開發OS10的comment line的program 這也是可以透過RubyMotion完成的 因為你build出來的就是native的code 那繼續回到slide這裡 那這邊提到說關於這個memory的問題 之前RubyMotion有一個很致命的memory問題 就是在大家看當中這個範例 如果我們寫這樣的程式碼是在一般的Ruby底下正常的 這個foo但是在RubyMotion初期的時候這個code會crash 因為你在當那個proc裡面這個block要取用這個foo的local variable的時候 然後它被釋放掉了 所以會產生所謂的我們那個就是bad access的這個東西 所以有時候程式碼會crash 在當時有一個workaround的做法 就是把這個local variable改成instance variable 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那基本上這本身是一個必須要修的bug 那像在目前的RubyMotion也算是解決了 那接著我談到今天一個蠻重要的一個主題 就是NRuby 那NRuby這個之前很多在上一屆 像是Mask Team整個都有在介紹過這個東西 那我也很快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RubyMotion就是一個lightweight的implementation 就Ruby的lightweight implementation 主要是希望能夠用在譬如說embedded device 或是embed在你的程式碼裡面 那我要講一下說為什麼 為什麼就是說我這次的present 我是用了就是RubyMotion跟他有了新的朋友叫NRuby 事實上這兩個project都是在2012年開始的 一個是在4月announcement 一個是在5月announcement 其實兩個announcement的時間非常相近 然後呢到今天呢 這兩個project都還活著 已經過了一年多了 所以這兩個人是應該做個好朋友 都是一個非常受歡迎而且繼續在前進的技術 那很興奮的是在今年2月的時候 然後NRubyTeen announcement的1.0 這是非常指標的意義 因為這個到1.0的時候其實很多的一些架構都定下來 包含說你可能的binary的format 還有像一些gobbycollection的做法都已經定下來了 那如果今天你是一個hacker 你想要hack這個東西 其實1.0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機會 當然當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呢 我內心是非常的興奮 對 非常的興奮 因為總算是可以就是 好好來就是來看 可以來玩一些什麼有趣的東西呢 好 當然這是我外表的樣子 但是我內心呢是熱情奔放 創意無限 就是有很多idea呢 就是因為這樣子就慢慢的出來了 因為其實為什麼我很興奮呢 因為本身我就是一個embedded guy 之前有介紹過 所以我其實雖然說 我已經好幾年都在做這個 做雲端的東西 但是其實我還是有希望有機會 可以去碰向這樣的一個技術 那很簡單說一下 這個mruby在運作的這個方式 其實基本上是把你的程式碼 compilector bycode 然後把bycode再放到target device去運行 那這樣的架構跟一般的ruby 其實不太一樣 然後它中間會有一個vn 來處理這個bycode 那我這邊提到一個事情是說 因為既然我們談到 因為其實把mruby cross compiler到iOS的platform 其實不是很大的問題 那我今天比較想要再談的是說 如果在apple的64bit的soc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因為其實64bit的這個apple 丟出這個solution之後 其實爭議非常多 就有人覺得說64bit是沒有必要的 沒有明顯的performance的提升或之類的 可是有個很現實的問題是 從現在開始 apple出的每一台device都是64bit的CPU 所以我想針對這個topic再去看 因為畢竟我要做產品 所以我也很關心像這樣子的議題 那首先說明一下說 如果今天你的app要去支援64bit的話 在rubymotion底下其實是 要該怎麼做 那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你只要在你的那個rack file裡面 加上一個這樣的一個string 就是arm64 你就可以把你的整個程式 轉成是support64bit 非常簡單 這個也是使用rubymotion的一個好處 有些東西你就可以不用看 就直接交給這個rubymotion去處理 因為其實從32bit potting到64bit 其實是有還有蠻多knowledge在裡面的 那不是每一個人 都一定具備這樣的knowledge 而且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開發app的話 比較不會說去想到這種 有關於architecture的問題 那在mruby這邊呢 其實就在這個cross build這邊 就加上這個東西 在buildconfig裡面 加上這個一個compile的flag 還有link的flag 就可以把你這東西compile了過去 但其實這樣子做完之後啊 是不是還有一些東西可以在教條 然後再取得更好的效能 因為其實這樣compile完之後 我發現到performance其實並沒有一些明顯的提升 所以基本上先有個defination 就是rnt64 把這個去define這樣一個東西 這在我的實驗底下對效能有一部分的提升 再來比較有趣的是 就是也define了這個use 這個float的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滿詭異是因為其實64B的CPU 它應該對於double的資源是很好的 因為在64B的平台裡面 iOS的cgflot它其實已經背後是用double來運作 它不是用float來運作 我也是覺得這個滿興奮 但實際上去測試的時候發現到說 其實performance沒有這麼好 所以我還是define了這樣的一個這樣的東西 然後來提升效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些我實際上去測試的數據 如果這是 底下用這兩個一個Ruby program 是在Nruby它提供的benchmark的program 如果只有加上mrbit64的話 就是大概只有1%的進步而已 但是如果使用float的話 提升滿多 滿明顯的這個improvement 大概可以到4% 5%左右 如果混合使用的話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這個其實還不是相當滿意 就是說因為其實這樣修改了之後 就有一個6%的一個進步 針對這個平台 當然如果希望說 如果有GPK Hacking的話 會往這樣的一個方向來去improve Nruby在iWin上面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 我們除了試賽的人之外 我們還要再超越超級賽的人 就是要做得更好 不要只是6%而已 那這邊就會出現到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 花些時間去看Nruby的架構的時候 會發現到說 整個設計的概念其實是有一個哲學的 其實本來這就是open source的專案的時候 就是的可貴的地方 既然open出來 也許你就可以去往你想要的方向去hacking 那我覺得Nruby目前現在還是偏向譬如說 一些有趣的應用 譬如在server上面的一些延伸應用 或者是在一些更小的embedded device上面 那對於像iOS這樣的一個平台上面 比較沒有明顯的一個 一個就是往這個方向再走 所以這個是有機會在會席當中去 可以跟Mask Team來討論說 是不是有這個想法 或是我們應該怎麼做 那事實上我已經動手做了一些 小小的hacking 那這個hacking已經跟 那個整個Nruby原本的架構 有點不太一樣 對 我基本上我稍微小修了一下 我把最主要在performance上面的 那個readvn的部分 做一個64B的調整 當然這個東西非常大 這只是一個很實驗性質的 那這個有興趣的話 會後我會把我 鑽時間一些研究的source code 再丟出來 那這個東西講得比較深 這有改到一些指令集 還有一些gobby collection的東西 所以我就不在這邊多提 我這邊很快說一下說 為什麼我們要 為什麼要使用Nruby跟RubyMotion 我覺得有幾個優點 就是我們非常focusing 就是說在開發的時候 你可以只需要用一個language 就把你的程式 把你的project 把你的產品做完 這很有趣的是 你可以避開一些lamentation 在實際上開發的過程當中 其實Apple對一個App的管制非常多 包含說它有明文有一個規定說 你不可以download任何code 你的App不能去動態去download任何 就是它是寫code 就是你的下來 但是透過一些Nruby的一個 先precompile變成binary的情況 其實我有成功在試過可以直接download code 但是Apple並沒有對我提出警告 這滿有趣的 可能是它比較去注意一下 像Lua這樣的一個program 它並沒有去注意像Nruby的這樣的做法 所以這是很有趣的hacking 然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像玩一些什麼有趣的東西 甚至可以透過這樣來做 那為什麼還要用Nruby來做 首先第一個case 第一個給大家的想法 就是我們可以把事情再說明得更好 這是一個我實際在開發的專案 這是Apple最新的一個所謂就是 地圖地相關的技術 就是iBeacon 那這個技術最主要就是 你的手機透過新的就是BLE 就是的這樣的東西 就是Bluetooth 4.0的東西 你可以跟一個很便宜的device 彼此做一個感知 然後可以知道你這個device 你的手機跟這個iBeacon的距離是多少 有分成幾個 有分成immediate 有near 有far 那 透過這樣的技術呢 可以做什麼 可以當然做 像很正在流行的 indoor的precision 還包含說有一些promotion 一些promotion的做 比如你經過商店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一些coupon 然後刺激你進去裡面消費 那如果是一般的做法 過去的做法呢 我們會寫一個這樣的一個 譬如Json file 來 define 這個Beacon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大家看 比如說OK Beacon有個UUID 然後它會有個event 在immediate的時候會有個event 所以我要open一個URL 在near的時候有個event 我要open一個URL 但是呢如果進入到這種狀況 實際上你在開發的時候 你發現一個狀況 就是你在一個房間裡面 你可能會有三個beacon 所以你其實很難去 define你的event 因為事實上你的event是有很多cross的一些area 所以應該要有更好的方式來描述這個東西 所以這時候就利用到nruby dsl 你可能會有一個beacon的event 你可能會有一個beacon的event 你可能會有一個beacon的資訊 然後呢 我底下的就是用了像event這樣的一個 用dsl的方法 就是創立像event這樣的一個東西 你可以直接去指定說 OK 我是在第一個beacon的far跟第二個beacon的near的時候 才觸發某一個event 那我覺得這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是我實際上在專案上面應用的 再來呢 這個可以用在這個gaming上面 那gaming就比較屬於是我個人的 就是在玩的一些小project 那當然在gaming這個陣營來講的話 基本上lua是非常強勢的 身為一個gamer其實我還蠻喜歡lua的 但是身為一個programmer呢 我是更喜歡ruby 但是呢 因為我今天在ruby.conf 所以ruby贏了 沒有啦 其實基本上就是因為dsl 所以還是因為dsl 因為我可以在開發的時候完全使用ruby 所以ruby還是這個首選 這邊有安排一個demo 但是時間的關係 這個我就不做這個demo 有機會我把source code對給大家看 我寫了一個簡單的floppy bird的程式 再來呢 還有一個有趣的idea 就是可以hide your code 因為當然我們這個是ruby的conference 不是是open source的conference 但是實際上在很多做product的時候 還是有其必要去hide你的程式碼的 其實在很多的領域裡面 比如像game 很多game它必須要保護它的一些copyright的東西 還包含說 因為我之前過去有開發多媒體相關的應用 很多player裡面都有很多重要的key 是不能夠洩漏的 還包含一些演算法 那rubymotion一個蠻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用nruby的compiler 直接把你的一個rubycode 直接把它用這個compiler的指定 就可以變成一個array 所以這其實就是一個你這個secret.rb的程式碼 所以在我的rubymotion裡面 我用下面這個程式 下面這個指令nruby.read 就可以去執行這個程式 所以你等於是說可以在你的程式裡面 透過vn再把你一些重要的程式碼再經過保護 然後這算是 然後當然說真的任何的protection 都還是有機會被破解 但是多一層保護就多一層安心 增加一些複雜度 事實上在商業很多產品裡面 加入vn來保護程式碼 是非常常見的事情 那這是一個很快的方式 你就可以體驗到這樣的效果 最後這邊希望ruby everywhere 這是我們大家有衷的期盼 有沒有什麼問題 遊戲嗎 現在嗎 我看一下 媽媽 不能放置 在那個地方 我可以哭到 你 我們不在這幾天 感谢观看 OK 这边我写了一个Motion Bird的一个就是 这个东西其实蛮有趣的 我本来想 separate一个topic来讲 因为我除了用RubyMotion写之外 我还用了那个IOS 7最新的2D的engine 就是Sprite 一般来讲我们写IOS Code 我们会用Cocoa 用Cocoa 2D 但是这个用Sprite Key 所以还蛮有趣的 一样 在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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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边demo 我是要去loading那个一个地方的那个 NRuby的Script 然后来改变那个Pipe的那个高度 好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程式嘛 有兴趣的话我会后可以把它open出来 大家可以看看 好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这个有点就有点像说 我们在写Program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有些程式的东西 就是我们在这几个层面来看 就是说有时候像我们讲Game这个产业的话 其实写Game的人是一个team 但是设计关卡可能是另外一个team 那设计关卡的人他当然就不需要去碰到 他去写C去coding 他希望又有一个描述语言 他可以直接来描述 譬如说游戏的场景还有关卡 像Angry Birds 他每个关卡都是用Lua去描述 OK 砖块在哪边 然后租在哪边 气球怎么飞 所以这个基本上有这个需求 你可以动态在程式码不改情况下 你只要改Script code 就可以让你的 这个去测试你的游戏的关卡之类的 所以刚刚讲的应用就是 基本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动态去调整 像这种东西描述的话 这是我们在一个程式码里面 签入一个程式码 很大的一个价值 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个 他基本上是native 只是因为 style方面其实还是要做教条 因为我可以证明它是native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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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因为其实OAS10的UIK 可以做很多西部的设定 那刚刚看完东西其实是 是我没有去做那些设定 因为你在S code底下 可能它会帮你先设定一些东西 那我们自己这code generate 出来的时候 是没有去做那些设定的 因为其实有写就知道 那个OAS10上面每一个元件 其他的property其实还蛮多的 那刚刚那是完全没有设任何property的情况 对 你自己有一些 如果你透过一些原件的 一些gen library的话 那个style你可以自己写 你可以写自己的风格 对 因为这其实 因为本来在iOS这边的 这边大家都制定的 就比较习惯去制定一些 自己想要的风格 那OAS10这边的话 可能这个部分 你透过文字档来编辑 可能没有IDE这么容易的 视觉上那么清楚 可是如果你熟悉的话 其实修改起来还是蛮快的 对 但是这个 百分之百是native 对 对对 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那没有问题的话 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